这个附件5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地方 根据附件5的这个部分需要一个图表 这个是109班的价别比例图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1-2 附件2的这个结果就可以产生图表 那图表部分的话我们就选择109班 109班 然后分别选取 市价 并价 公价 矿客 那上面标题按Ctrl键也把它选取 再按一下这个图表精灵 接下来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圆形图 圆形图里面的话呢 选择这一个所谓立体的 立体的圆形图按下一步 在那里的话呢 我们资料就取自于 这一个列按下一步就可以 接下来上面标题我们就输入 输入完毕之后图例的部分不要 那接下来的话 资料标签的部分呢 要类别名称 然后还有百分比这两个都需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工作表 直接在一之后就产生 那就把这个部分等一下贴到Word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Word的部分 开一个新的Word档案 那首先版面配置的部分 上下左右各三公分 那接下来的话选择直向的 直向的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格式框线及网底 页面框线 选择一匹梯的上下 那选项的部分的话呢 度量基准在文字按确定 接下来页首页尾的部分呢 我们就这个输入 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 那首先上面就输入 题组一附件五 那支援框线支援网底 那切换到页尾 那再来的话就输入 你的名字跟准考证号码 还有考试当天日期 那最后你可以按空白或Tab 直接在最后面的加上一个页码 插入页码就可以了 那文字跟文字中间呢 加入这个全形的空白 全形空白按关闭 接下来的话呢 插入一个你抽到的档案 文字档案 那插入档案的时候呢 在我是放在桌面上的dataset3 那这边档案类型 选择所有的档案 假设说第一 YR1好了 按插入 接下来也是一样 要把这一个 一个Enter 多按的错误把它delete掉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取代的方式 就是这个逻辑是 要把一个Enter去掉 然后如果有两个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两个 把它取代成一个 Enter就可以 那其实最快的方式是 全选Ctrl-A 加Ctrl-H 就是取代 或者编辑取代 然后取代逻辑是 把这个更多 一个段落标记取代为 ABCDE 然后 那这ABCDE你可以用别的 只要文字里面没有的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 把它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 两个ABCDE 两个 然后把它取代成一个 因为要 只有一个Enter 所以全部取代 再来的话 把所有的ABCDE 通通把它取代成没有 所以把底下的取代为删除 全部取代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这个 去掉Enter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 格式的字型里面 我们 中文字型必须要 心系名题 英文字型需要一个 Times New Roman 所以Times New Roman 按一个T就可以 按确定 再来的话 段落的部分呢 第一行 要缩排两个字 另外对齐方式 要左右对齐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基本的设定 好 那最后就是要加入 Excel这个图表 那图表加之前 要检查一下 第一个呢 这个 标题 必须要 斜体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它改成斜体 好 然后必须要加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必须要加上这个 一个外框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把这个 这个地方点两下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地方 图样的部分呢 选择自定 好 然后并且 它这个地方 还要加上阴影 好 加上阴影 好 按一个确定 再来的话呢 我们 这个 价别比例计算 以及要百分比 要表示 好 那另外的话 要计算到 小数点第一位 所以这地方点两下 数值的地方 好 必须要小数点第一位 好 小数点第一位 然后呢 并以第二位 四舍五路 那再来的话 在这个地方就完成 那框 这个地方外面 还要再加一个框线 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 把它复制 复制再来的话 就贴到 这个地方 贴到哪里呢 贴到第二段 特别注意第二段的地方 把它贴上去 那贴上去以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这个地方 把它稍微 点两下之后的话 第一个 配置的部分 根据这个地方的要求呢 它要必须调整 我们先把它调整成 矩形的 矩形的按确定 那这里的话 是把它往左边移动 那这边有个规定 根据题目的要求 这边高度必须要是 7列 所以呢 我们算一下7列 往上 1234567 刚刚好 7列再往下 一点点 按LT键微调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 由右边算过来 必须是 这个14个中文字 所以123456789 10 11个 所以再来 往 这个 往左边一点 再来算一下 123456789 11 12 13 还差一个 4 6 8 10 12 13 好 那当然有快一点的方式 你可以选取资源统计 这边就是四个 这样也是一个 比较快的方式 好了 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最后记得把它储存 档案的话呢 存在桌面上 1-5 好 储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题的部分